去南极的船票到底多少钱 多少钱都有 主要还是看船的好坏跟线路 船其实就跟你住酒店一样 每周船的豪华程度不同 线路不同 这决定了你的船票也不同 打个比方 十一天十晚的线路 最便宜的船原价五千多美金 四个人一个房间 窗户有的都没有 即便有也是小圆窗 就跟你住酒店住的无窗房一样 没窗户哪行啊 你得出去 你得灭朝大海 这样才能春暖花开 这种床我一看图片介绍我就不想做了 出门玩你涂啥呀 不得涂开心呢 平时在家省钱 在外必须花钱 支付宝搜索骑士特权就能免费领取一张骑士卡了 像我平时吃个麦当劳肯德基都是五折起 去加油站加个油都九折起 每次加油都能省个好几十 我一年能省那么多钱 我干啥出来还挑便宜的船座啊 果断拒绝吧 我们来说说贵的吧 这条线路最贵的船有两万多美金的 并且没有最后一分钟船票 你还得提前半年预定 一般都订不到 像我这条是美国夸克极地泰险公司的船 他们公司南极线路成熟 可以排到前三名了 船票原价1.5万美金 我觉得性价比超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买的最后一分钟船票啊 只要5200美金才三万多块钱 也就是说最便宜的船没窗户的 如果你买到最后一分钟船票只要两万块钱就可以了 当然我说的是最便宜的房间 船上又套房啥的 我没敢问 记住一定买最后一分钟的 船票 虽然最后一分钟还是有点风险 不对 风险还不小呢 很容易买不到 但是你想想花两万多块钱去南极溜达一圈 他不想啊 当然这个只是普通路线 又贵的 比如去南极点 一趟50到60万只能飞机去 男女老少只要你有船票就可以去南极 别忘了关注啊 过几天说说最后一分钟船票怎么买 我得好好捋一捋 下期我们说说世界上最恐怖的魔鬼吸风带